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空军一架IDF金国号战机本月5号在澎湖机场冲出跑道 据军内人士透露 战机冲出跑道是人为原因 涉及后座教官谩骂前座学员 事故也再次暴露出台军的军中漏袭 据报道 这架IDF战机当时是在执行训练 机上两名飞行员是教官与学员的配置 台空军尚未正式公布战机冲出跑道的原因 但据军内人士透露 事件是人为原因造成 涉及前座学员与后座教官的沟通问题 报道称 台空军因此下令全军包括空军官校 部训队与各飞行连队 凡各式教官实施带飞或双座教学任务时 教官要提升素养及本质学能 以辅导提醒方式执行 严禁谩骂 而遭遇非预期状况或不正常动作 后座教官应立即拉杆改正 事实上 资深飞行员谩骂资历前者在台空军由来已久且陋袭难改 台防务部门2015年曾委托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拍摄台湾精英战士傲气飞鹰纪录片 片中就呈现了教官发飙谩骂学员的场景 针对教官在空中谩骂学员 有岛内网友称 其他军种也存在谩骂现象 应该是全面禁止 而不是脚痛才衣脚 也有网友讽刺台军是草莓兵 骂一下就出问题 还打什么仗 这种抗压性去开游览车好了 开什么战机